近日在贵州省仁怀市的凤凰小区地下停车场 保安人员在巡逻中发现一名学生在停车场里学习 遇到这样的情况让保安人员颇感兴起 经过询问了解后得知 该男生名叫陈豪庆 是2018年从当地贫困村新田村搬迁到县城里的 在与陈豪庆的交流中 他透露大学毕业后他准备考研 可暑期家中人员较多 环境比较嘈杂 他偶然中发现小区地下停车库灯源充足 环境也凉爽安静 他便利用工地废弃的木板自制书桌 在地下车库潜行学习 我之前一直都是在家里面学习的 但是后来那上面 下面不是有人跳广场舞吗 所以开得特别大 所以我就发现了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学习 虽然学习条件很简陋 但陈豪庆每天晚上在此认真学习 因为他想通过考研追求自己的法律梦 陈豪庆在停车场学习的事情 在小区流传开后 考虑到停车场蚊虫较多 且车辆进出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当地官方腾出一间办公室 让陈豪庆能够在舒适安静的环境里认真学习 当前来我们从提供宽松的学习滑进 从这个学业的保障方面 为他提供了力所能力的帮助 让他在宽松的滑进当中 来走完求助的条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